金融市场震撼但中信金并星光金传言 背后原因恐怕不单纯 根据平民媒体推测 除了台面上的星光无家兄弟站 背地里真正上演的是中信孤家兄弟斗 因为孤家另一家金控开发金 也传出要并散上美邦人寿 资产规模将直追中信金 孤仲宇一辈子都在想办法证明 他比大哥更厉害 那这个孤仲量来说的话 当然他会有不想浪费老弟超车的感觉 所以就变成是他们兄弟之间的一个 奇妙的微妙心结 坐在前头就是孤家大哥孤仲量 跟弟弟孤仲营孤仲利 三兄弟上次公开同框 是送爸爸孤联松最后一程 之后看似和平分家 由大哥孤仲量掌管中信金 而弟孤仲营接下开发金更中售 这回如果开发金以小吃大并三伤瘦 资产规模就会一口气增加到5.1兆 大大拉近跟中信金的距离 开发金如果真的是出个合理的价格 吃掉这个三伤瘦的话 当然可以拉近跟中信金的差距 那当然中信金会不会也出手 这个拦截三伤瘦 当然我们值得观察 虽然对此开发金表示 没有听说三伤瘦也澄清 并无此事不予评论 但同行券分析开发金并三伤瘦 正好能补齐受险 反倒是中信并星光 因为光是星光人寿就要起码千亿起跳的增资 估重量想达证可能性不高 真末期相关的规定 所以本公司在增资基准日之前 不得对外公开财务预测的资讯 星光金最新罚说会 也因为增资兼末期不予多谈 中信金则是针对市场个案传闻 一概不予评论 但也让顾家兄弟较量再度浮出台面 多谈新闻中的报道